好 明年路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目前已經卡關將近一個月 那麼明天立法院長韓國瑜 要再度召開朝野協商 不過現在傳出有公民團體打算 號召青鳥上街來抗議藍白 卡關這個總預算 那國民黨這邊也有反制作為 這個黨主席朱立倫也下達動員令 號召兩千人到立法院周邊來造勢 那麼來反擊民進黨 對此民進黨今天下午召開 中常會中常委陳婷 有最新看法 一起來提 總預算還是要回到立法院 這個審議的原則跟機制 而不是用他政治化 我覺得朱立倫主席 真的是搞錯方向了 目前大家在協商的階段 到底要怎麼去做好 在整個預算案的一個溝通 而不是你用動員 那動員的意義在哪裡 我覺得朱立倫已經把他做政治化 那國民黨的委員也把他政治化 民眾黨的委員也政治化了 這樣對於整個國家的一個發展 其實是不利的 可以聽到陳妮菲是強調說 總預算的審查就應該回到立法院 而不是動員群眾上街 他說這樣子是對審查是毫無意義的 他也強調說朱立倫這個動作 就是政治化來討論這件事情 也痛批國民黨跟民眾黨 根本無心要好好審查總預算 以消息的最新